1984年5月23号 母亲是台南人 父亲是爱尔兰人的大学生梅仙丽 以东西合并的气质和多项才艺 登上美国小姐的宝座 梅仙丽回到酒店里 换上白色的常礼服 给人一种飘逸的感觉 许多人围着她要她签名留念 梅仙丽在接受多家媒体采访时 也透露对台湾有着十分浓厚的情感 若有机会一定会回台拜托 1986年5月23号 原定由新加坡飞往台湾的 华航B198号货机 机长在起飞后 攻击副机长和机械员成功截击 搬机最后被迫飞往广州 机长汪汐隽声称 自己因为太想念中国的亲人 却因为戒严情间不能回乡 才不得已采取如此激烈的手段 再经过无数的来回协商 这架货机终于在飞进中国的 第21天飞离广州 副机长与机械员在结束居留生活后 终于现身在停机坪 对于终于能够回家 他们都感到务必的开心 大家观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们下期再见